你的呢 你的 你多写了一个而且写错位置 你自己检查一下 写的不错 你写的位置怪怪的 你那个扇的位置再修正一下 你应该写在哪里 你扇的位置修正位置 不应该这样子写 诶 你三写在那里 我会以为是AF 对不对 修正一下 OK 子彦 你的三应该写在哪里 三是谁的 GF 所以要写在GF那里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GF 可是你却没 好 我们这样讲 这个是GF 你会把三写在这里吗 对啊 有啦 你要把三写在这里 是 你写在哪里比较 比较合乎常理 这要怎么讲 要表达从这里到这里的长度 你会写在哪里 你会写在哪里 你会写在这里的额路 哪有 你黏在 你黏在AF上了呢 你黏在AF上了 我会认为是AF 因为你的字写的很大 大到我会认为你是AF 不是G 所以会变成有两种符 修一下 这个表示方式不好 因为他是这样子写的 好 是他知道 他知道 他是这样写的 请问一下 那个三是谁的 是GF的还是AF的 你当然会说GF 你当然会说GF 因为你是他好朋友 你怎么样都会想GF 好 你变成是 刚刚那个写法 刚刚那个写法 你穿透他 又穿透他 你的身到底是他还是他 搞不清楚 而且如果到时候 还要写他的长度的时候 你要写哪里 对不对 所以你的字是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把字控制的小一点 对不对 字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大小不是说我的字 就是一定要这么大 那你 好 再来 接下来他要问说 A G比上GC 好 所以 A G比上GC 是这一段 比这一段 对不对 你应该要把这个画出来 你应该要把这个画出来 要用铅笔 要用铅笔 要问这两段的底 奇怪 他都没有给我当度 他竟然要问我长度比 代表什么意思 他给我这边的数字 他却要我算这里 代表什么意思 啊 是等长吗 他要问他比他 他是要问他多长吗 不是喔 他只是想要问他比他是多少 对不对 可是他都没有给我长度啊 显然要用别人来算他 对不对 啊那个别人 一定是谁 一定是六跟三 对不对 这一个人比例 来你直接写 自己写 第一条的答案是什么 光猜也有答案 老实说啦 不要讲自己写 自己写 写下来 光猜都有答案 他要我算这一个 可是他却给我这一个 显然我要用这一个来算他 不是吗 好写出来喔 写出来 第一条的答案 现在不管你懂不懂 至少到目前为止 屏幕要问 屏幕要问 A G 比 G C 他要问比例关 他是要讲比例关系 所以比例关系相能就好 我不需要知道 对我不需要知道 他真正的长度 就要利用别人来算他 对不对 我要利用别人来算他 我就利用谁来算他 所以A G 比 G C 会等于什么 到底是六比三 还是三比六 谁比谁 到底是三比六 还是六比三 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 上面 为什么 我今天两个班都有讲 为什么他的比例 会刚好跟他的比例相比 为什么 没错这一题就这样而已 那三比六我们可以把它化约变成 一比二 来要这样子写才完整 你是先有三跟六 你再把它约成一比二 你不可以直接写一比二 你直接写一比二 你就会看到你本来的想法 题目给的是三跟六这个数字 你把它化约成一比二 那问题是 那问题是 为什么 这个的长度比 会跟这个的长度比 刚好相等呢 为什么他们会相等呢 到底在哪里 把题目再看一遍 题目再看一遍 答案就在题目里 为什么 而且我今天都有教 为什么 我怎么他的比例会上呢 想想看 平行 平行 对 他有没有说他是一个平行是平行 对 既然他说他是一个平行是平行 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平行是平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位跟 这一个平行 对不对 当然这个也平行 对不对 所以 这一个位跟 这一个平行 接下来我要问你的问题 是来选择 他们两个的相等 是黄色的 因为黄色的平行线 还是因为蓝色的平行线 而相等 是因为黄色 还是蓝色 所以他比例会一样 黄色还是蓝色 你一定要做选择 来 你觉得是蓝色的 请举手 你觉得是黄色的请举手 那你是选什么 你选 手放下 你选什么 不是黄色也不是蓝色 新的一个颜色 嗯 红在哪里 是你啊 你画在哪里 黄色 答案是他 为什么呢 注意看哦 这个平行对不对 这一条你切开 他已经跟你讲他怎么切了 他是3比6 所以他会333 对不对 所以他会1比2 对不对 他用3跟6来切开 他是36 所以是36切开 对不对 切开之后呢 另外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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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这一条线 如果用红色 他只不过就是通过这个点 切开而已 对不对 所以红色这条是 也透过这个点 切成两段 因为这两条平行 这个地方 都会在一样高的地方 对不对 了解 因为都一样高 就好像是 这边有一个平行线的感觉 对不对 那一样高 就会比例 把这个图形 画在笔记本上 再画一次 你们今天 这个图形有画过 先有平行 再交叉 比例会一样 不一定要3比6 随便哦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是几比几 先有平行线 再随便画交叉 随便画多好 随便画多好 重点是交叉 交叉 交叉就等高 但是你要告诉我 它是几比几 利用你的格子数出来 可以数出来 你要告诉我几比几 讲得出来 才代表真懂 所以先有平行线 再交叉 交叉的那个点 就会等高 所以比例就会一样 然后你要告诉我几比几哦 所以你选择在哪里交叉 就很重要 你选择在哪里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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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影响到 它是几比几 你要选好 你要在哪里交叉 很好 如果我要求你要3比4呢 放个3比4的给我看 这个是几比几 啊 刚好是3比4 好 你的是3比4 你的呢 你的是1比2 但是你交叉的点 有点偏向 有点往下偏 你的是几比几 你交叉在哪里 啊 所以它会几比几 你的交叉的地方 会决定你的几比几哦 你这个是几比几 几比几 他比他是几比几 啊 多少 1比 1比1 请你画一个3比4的 因为你早上画这个 下午也画这个 画个3比4的 你的是几比几 1比3吗 有吗 呃 三个 三个 OK 那你自己在旁边写上 那个是1比3 你的是几比几的 你的是2比3的 好 你的是几比几的 啊 不可能 2比2是相等的意思吗 嗯 你的很明显不相等 哦 哦 哇 哦 看 看一下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那我来画个3比4的 1 2 3 4 5 6 7 对不对 所以 随便画 第一条真的是随便画 随便你爱怎么画都可以 再来选择 再来选择 我如果是选这里交叉 它会是几比几 如果是选这里交叉哦 它切割成这样 一段跟六段 对不对 我如果选这里呢 2比2比多少 一二三四 对不对 了解吗 如果我选这里呢 3比4 如果我选这里呢 4比3 如果我选这里呢 5比2 如果我选这里呢 6比1 就要看你选择哪里 所以如果我选择 这里交叉 接下来随便我画哦 随便我画 这里一定是三格 四格 因为这里是四格高 这里是三格高 一样的道理 这一个也是一样 一格两格三格高 这里下面是一格 两格三格四格 所以它 这一个图形 通通在表现 哎 要怎么写 比较好 你要你要这样 3 4 上面是3 下面的4 把这个图画上去 就是什么叫 把这个图画上去 你刚刚看你是 几比几的都无所谓 看你是几比几的都无所谓 对哈 箭头比过去 然后你看你这边是几 上面是几格 这边是几格 所以在表现 切割出来的比例 是几比几这样 所以不管我怎么画都一样 所以我可以多画几条 你说我在 只要通过它的话 蓝线也会被切割 切割的一半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这边要画箭头 画箭头代表是分割在这里 所以笔的符号 我分割在这里 对不对 上面3下面4 那如果你的是2比3 你上面会2下面会3 对不对 我只是叫你把这个 补上去而已 所以这一题 这一题的上面要补一句话 这一题的上面要补一句话 因为什么所以什么 因为什么 哈啰 这里要写什么 因为什么 所以你才可以说它相等 这里要写什么 如果没有那个 你不能说相等 因为A 珠平行 D C 写上去 非常重要 没有这一组平行线 你不可以说它的比例有一样 写完整 写完整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它有平行线 因为题目有讲它是平行四边形 然后EF的长度就可以算 想想看 想想看 最后它要问EF的长度 这一个怎么算 一样长度算长度 所以要利用比例来算 刚刚我们用黄色平行线算出1比2 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算出FB的长度呢 对不对 你还是要利用比例嘛 那你要用比例的话 在这一点就只有给平行线 对不对 那你想要算这一条的长度 你想要算这一条的长度 跟这一条有关系的 跟这一条有关系的 就是3啊6啊 对不对 那跟这一条 跟这一条有关系的 很自然然会找到这里来 然后很自然就穿到这里来 对不对 所以跟这一条有关系的 你会去找哪一组平行线 是这一组吗 黄线还是蓝线 想一下 有人算出来吗 还没 这很重要 我利用黄线看到交叉 对不对 所以红线的比例 一会等3比6结束 但是他现在 所以这个我已经知道1比2了 他现在去好 我算这一段 这一段 感觉上都在外面去了 我可以算吗 然后这一段 这一段跟别人唯一的 有关系的就是跟3 那3又跟6有关系 所以感觉上好像要看这一整条 可是看这一整条 我还是没有办法用他算他 所以还要有别人来看 对不对 别人是谁 还要利用别人 来跟他持的关系 别人是谁 别人是谁 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看到了吗 这一条自己没办法完全算出来 对不对 自己人自己逼不来 还要再找别人 那个别人 当然是要 我已经知道的答案了 别人 你有没有看到 又一个交叉 这个的交叉 在谁的上面交叉 黄线还是蓝线 这个的交叉 在黄线上还是蓝线上 什么叫做在上面 这个的交叉 可以写出比例相等的 写出3比4的 可以写出3比4相等的 是利用这两条线 对不对 对了 这两条线的交叉 3比4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的交叉 你要看蓝线 还是要看黄线 才可以整条都看到 选择 蓝线还是黄线 你一定要做选择 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 黄线的举手 你选什么线 不晓得该怎么选的举手 你选蓝线的举手 你确定要选蓝线的方向 你选什么线 黄线 好 你注意看喔 我要用这一整条 对不对 因为这一条一定要用到 对不对 这一条一定要用到 对不对 这一条一定要用到 这一条一定要用到的话 是不是要碰到这里 对 碰到这里是碰到黄线还是蓝线 哇 碰到这里是碰蓝线还是碰黄线 你会说都没有啊 是都没有吗 是 来来来 这个是要求的线嘛 对不对 这一条线是碰这里 对不对 对 也碰这里对不对 可是碰这里是 碰这里是把黄线给切割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可是平行线是要拿来协助我 对别人做比例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条线真正碰的地方 真正碰的地方在哪里 碰到哪一条线上 蓝线上 整条 从蓝线到蓝线 给它碰到黄线上 它碰到黄线上的话 它是把黄线给切割 可是这个切割 我又不知道多少切割 对不对 对 对啦 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少切割 啊就算你要用这个的切割 你有没有看到 你看黄线被切割力 所以发现黄线是怎么被切割呢 是黄线就是怎么样 从这里切割到这里 有看到吗 所以你还是要从蓝线到蓝线 对不对 所以从蓝线到蓝线 从蓝线到蓝线 就这一整条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一条刚好也是蓝线到蓝线 看到吗 所以就平行 中间交叉 对不对 自己写写看 写法跟这里面 因为谁跟谁平行 所以谁比谁 写出来 写写看 这一个我们用X表现 写写看 比较难 难很多 写写看 蓝线跟蓝线平行 然后看到交叉 看到交叉 谁比谁 会等于谁比谁 交叉指的是 交叉的地方几比几 会等于交叉的地方几比几 写出来 写写看 不像蓝我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试着写写看 但是你一定要试着写写看 蓝线 蓝线 这一点 然后这边还有这一点 它看起来是这样 然后它这里已经知道是1米2 对不对 了解 但是它这一段把它分割成三段 对不对 这一段 我画的很不合理 对不起 我画的太不合理了 它什么同1比6 我画的不合理 这也是6 这也是3 它这里不知道 对不对 了解 所以你应该是 分割点在这里 对不对 懂吗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写呢 跟谁 跟谁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画给你的 这里是1 对吗 你把它转一下就是 对 对 对 平行线在这里 一样高的位置在这里 它是分割成1 比2 1比2是 只要焦点在这里 它就会1比2 所以这里也会1比2 对不对 好吗 写写看 写完整 写在习桌上就好 写在习桌上就好 写在习桌上 好 哎呦 哼 把数字写上去 可以写的数字写上去 对 你已经写对了 可是表现方式有问题 对 不对 不对 再看一下 目前还没有人去做 对 所以呢 所以最后把EF算出来 我是不是看错了 对答案是9 对 答案是9 问题是你怎么算的 你看 这个的表现方式有问题 这个的表现方式 我知道你是要把它加起来 对不对 因为是一个是3 一个是1 它是加嘛 但是你这个的写法是代表乘的意思 加不能省的 加要写出来 好 所以你看到 等一下 它们是放大缩小 它们是比例相等 所以不是倍数相等 所以你不是用减法 好 你是整 那整的话应该是 等一下 你的乘以3 应该是用2往6 才是乘以3 箭头 从2到6 是2乘以3等于6 对不对 你箭头跟数字稍微收一点 想法是对的 写得非常好 快算出来了 快算出来了 OK 不错耶 这里很难耶 我本来想说会不会都没有人写出来 可是有3个人写出来 试试看 好 好 再一次 好 AV 所以AV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这个 对不对 AV C 对不对 然后这一整条呢 就拉到1 对 对吗 它是平行的 平行是关键 就好像我跟你们讲说 这个平行 对不对 对 然后就随便画 然后如果我这个切割点 如果我这个切割点 我发现我上面数3个 下面数4个 那么我怎么画都会是3比4 对了 这个OK吗 3 3 放我这里 只不过那个图形是把它转给90度而已 对不对 好 它的切割点在哪里呢 它的切割点在 在 大概在 这个位置 然后呢它让它是1比2 它让它是 就故意让它画的准一点而已 因为这里我已经知道是1比2 对吗 所以光看这个图喔 所以你看 这里平行 对不对 你把它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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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 AB在上面 蓝色在下面 你把它翻转过来 所以那条很长的会在这里 然后那条短的会在这里 所以这里是1比2 对不对 所以交叉的位置 就会让它都会切割成1比2 对吗 所以这里也会1比2 OK吗 知道我在想什么 好 所以这里是平行 对不对 这里是交叉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它会保持1比2 所以 只要通过这个交叉点 它的长度关系 也就是B什么呢 这个点是什么 G BG比上GD 对不对 会等于多少 1比2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关系 跟谁 跟 跟 跟谁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什么 这一条怎么讲 GC 对不对 因为平行 因为平行 所以 你讲C珠也对了 你讲C珠也对 抱歉 这里有个珠嘛 你讲C珠 讲珠一讲C都可以 好 平行线讲的就是这整条 你要讲它 你要讲它 你要讲它都可以 好 为什么会写EC 因为我要用到这里 对不对 这两个平行最交叉 这一个 这一个交叉在G里 对不对 BG G1交叉在G 1比2也交叉在G 交叉在G 交叉的地方一样 所以它比例就一样 先把这个写下 好 OK 会的你就是再想多想几遍 然后我从刚刚交到现在 再多想几遍 因为学的东西其实 如果你真的会啦 如果你真的有懂啦 很多题目就都这样而已 你平行没有写到完整 你 你知道这个吗 这个知道吗 知道 它只不过就是这样摆而已 平行线这样子摆 它还是会被切成一笔扇 它还是会被切成一笔扇 不管我再画一条还是一笔扇 只要切个在这 对不对 它的道理在哪 因为它平行上 所以 这两段的长度比 跟这两段的长度比 会一样 我可以画一条很长的 它还是会一笔扇 长度都不一样 这个的长度跟这个的长度是不一样 可是他们有共同的关系 通通是一格配三格 一格的高度配三格的高度 所以它通通都是一笔扇 所以你要写的东西 你要先写 因为有平行线 因为有这一组平行线 所以这个的交叉 所以这个的交叉 就会有它不一样 你把它倒过来看就好 平行在这里 对不对 切个点在这里 所以切成两段的里 对不对切成两段的里 写完整 还没有写出来 你写出来的 你写出来的 你就可以算了呢 好 你们在等待的人群里 你没有把黑板的写下来呢 你刚知道我跟我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你 simplific Go 下这个你没有写这个 你这个没有写 你有注意到你这个没有写吗 你有注意到你这个 就特别 A B 平行注意 不是 A B 平行 E C 而且我下面还有很多东西 对不对 对啦 好 好 一开始仔细约这个图就够了 来看看吧 我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你会的人就会放轻松 因为你已经会了 好 不会的人听清楚 一开始这个图就够了 它不需要延长出去了 然后它这边 它这边就有一个交叉 后面有画出去 那个我先不画 那这里我就先不画 一开始交叉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红色比 你红色会等于黄色比黄色 我再来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平行 对不对 A B 平行谁 B C 有上下平行 所以切割点才会让它们比自己一样 所以红比红 所以红比红就会等于白 不会比黄比黄 那因为它有告诉我这里三这里六 这里要问的 所以A G 比上 G C A G 比 G C 上面到下面 那它就刻印到上面到下面要对好 所以就三平六 这边就会变得了 可以吗 可以 好 接下来这个工程生肺先放着 现在图形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拉出去对不对 所以延长出去得到一个焦点叫做1 对啦 那这个它还是有画 然后但是这时候我已经很清楚 这个是1比2了 因为我已经算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因为它要问这一段 这一段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这一段是3 我知道这一段是6 对不对 然后我会看到 这边又有一个新的交叉 这个新的交叉是谁 当平行线的交叉 平行线是边形 这一边也是平行边 所以它是这个平行边的交叉 又再一次交叉 对不对 所以因为A B平行谁 A B平行谁 B C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一整条被切成两段 这一段跟这一段 对不对 那那一段跟那一段 不就是一个是6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这一整段 这一整段有多长 3加X 这个的比例关系会跟谁相等 会跟这里跟这里 对不对 所以对这里来讲 就是先右边再左边 对不对 切根顶在这里 右边左边 所以6跟剩下的 那这边是1跟剩下的 所以它会跟1比2 可以吗 可以 把这个写出来 把X伸出来 你们已经写出来了 请你去写 第四页的作业 你们今天有作业不是吗 也差不多要下课 好 你今天不能上课的举手 好 那我们就礼拜四才上 礼拜四上课 你们这礼拜四要留下来上 我就要上课 有下礼拜没办法上 所以你们礼拜四要留下来 好 写完整 然后把X伸出来 我会算你也想一下 你总是要不断的试 比例一样讲的是倍数一样 一起放大一起缩小 好 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整个当成 全部不知道 这样会比较简单 3加X看起来很困难 可是如果你把它挖一个框 它就变得很简单 自己想 一起放大一起收脚 因为X不知道 3加X也是不知道 我黑板的算是你没有写完整 来写完整 BG是6 对不对 写下写到下方就好 BG是6 对不对 G1是 G的下面的场要画 G1是3加X 所以是6比上3加X 要先有它 你才会帮我写这里 想想看 想想看 X不知道 3加X还是不知道 所以就是这个就不知道 这个数字是多少 没有 这个数字是多少 3加X看起来很困难 可是因为X不知道 所以3加X也不会知道 所以这整个就不会知道 所以就是这个都不知道 那干脆就先算这个 你就不要算3加X 就算这个 它这个很容易算的 有很多种看法 上下看左右看都可以 如果是上下看 几倍 6倍 6倍 几倍 这样不就出来了 还有一个观点 怎么看 从这里到这里几倍 2倍 所以这里到这里要几倍 都可以算出12 也是因为这一个是代表什么呢 这一个代表的是 这两段加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里删 这边就会多少 4 4 3加 这一个 这一个怎么来的 3加X 所以3加X 12 X是9 对不对 所以要加多少才会12 9 9怎么来的 12减3 12减3 不要加3就好了 就是扣3 写完 你就可以下课 谢谢老师 只有他有礼貌 其他人要训练 来上课要讲什么 コココ要讲老师 再一次太小声 老师好 下课 谢谢老师 要有礼貌 不然都要这样训练 好 好 感情东西 哇 感情东西 你可以跳坏了 你可以打到你很久了 你可以唱美了 兩個正好 猩猩怎麼還在錄 現在在搞什麼 欸 搞我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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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搞到了 耶 還回來 我現在要擺到沉悶一日 妹妹 不要丟太囂張 你敢說老闆來打謝啊 沒有人不賣老啊 沒有人不賣老啊 妹妹 你敢不賣超乎 但全部賣超乎 你讓我們走 你謝謝 都幫我們關好嗎 我吃假的啊 不要跟老人家吃 不要把你炒去煎 不要把你炒去煎 不要啦 拜 你來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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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 欸這裡就交收啊 對 你現在好一個溝通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哈哈 哈哈 是你啊 怕你用不洗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好啦 紅一下 欸 想多一點啊 啊 紅一下 哈哈 沙甩 啊 誰要收啊 這個誰會收啊 別開 但你要正常回 欸 我不會收 然後屁下台 好啦 掰掰 好玩喔 一切 promotion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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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 沒有人要說這個 小哥 你要關這個嗎? 我不會關 就這樣我會關 我不要這樣 OK 到底要怎麼樣 哎呀 我會想說這個 好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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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